电动门竟然是暗藏危机 台北一名男子去大卖场购物 经过电动门的时候 他要转头查看家人是不是有跟上 不过却不小心遭到这个闭合的电动门 夹伤了右侧头部 而宋医之后发现他的颈椎错伤 而椎间盘也突出了 台北地医院认为 这个卖场安全客疏于注意 依业务过失伤害罪 将前客长判拘役50天 而全案还可上诉